这只狗狗总是喜欢叼走主人的鞋子 而且专挑主人最喜欢的 每次得手就飞快逃走将鞋子藏到秘密基地 奶奶发现鞋子又不翼而飞后 整个人都犯起了迷糊 这可是不见的第五双鞋了 愤怒的奶奶光着脚丫子就追了出去 结果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村里的年轻小伙听说居然还有这种事 于是自告奋勇前来帮忙 奶奶一听高兴坏了 直接安排上大馅饼吃饱鲜 看小伙子像几天没吃饭的样子 奶奶瞬间变成了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包 酒足饭饱后 奶奶又放好鞋关门进屋 小伙子也躲得远远的 结果不一会儿一只狗子出现 然后叼起一只鞋子 咻 真相只有一个 小伙子想当场抓捕真凶就是一顿追 可是狗子狡猾地丢下鞋子就跑了 无奈只好回去告知奶奶 奶奶一听就不乐意了 穿上那不合脚的儿童鞋就亲自上场 四处寻找后 终于是发现了那只正偷偷摸摸的狗子 这不是自家狗狗吗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打自家狗 顺着狗狗跑出来的路线寻找 果然是找到了两双丢失的鞋 结果刚拿回家不久 狗子又偷摸回来把鞋子叼走了 奶奶也很无奈啊 为了探索真相 动物专家给奶奶换了双新鞋 穿一下流点味儿 还是放在那个地方 不一会儿狗子又出现了 瞧我发现了什么 居然是新鲜玩意儿 先瞅瞅四周有没有人 很好 直接叼走 救的也不放过 都是我的黑黑黑 原来小黄毛是捡来的流浪狗 奶奶天天忙很少管它 缺少关爱让它想起以前的流浪生活 于是做出这种奇葩行为 来吸引主人的注意 奶奶知道原因后很是愧疚 最后还安慰起了狗狗 并表示以后会给小家伙更多爱和关注